歌手JesseJ吐槽,小月月发文痛斥。 飞机上的这种行为确实令人讨厌。 来源,新闻晨报,SHXWCB,周导Ad综合。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 自从1月份国内航班手机接近后。 网友担心的事情到底不能幸免。 之前有歌手JesseJ吐槽。 这回小月月也忍不住了。 3月7日晚,岳云鹏通过微博谴责飞机上不闻名现象,写道:"大哥,你在飞机上听京剧有点不合适吧。 后面婴儿家长跟您说好几次了,您连声音调小的动作都没有,旁边外国有人也很无奈,我给您一个耳机,您回答我说您有。 微博截图。 耳机我有。 微博截图。 那您为什么不用啊? 耳机是带着做装饰的吗? 对此,网友也都看不下去了。 。 早在之前的一月份。在中国,参加我是歌手的。 。 Jesse这姐姐就在社交媒体上吐槽。 坐飞机的时候,前排和左边的乘客。开手机看视频。 。 声音太大了,我的天哪。 看到边上的乘客点开视频。声音功放还看得津津有味。 。 Jesse这姐不离要问,why?为什么?一些网友表示。 旅途中最后的清净时光。恐怕要。没。有。了。 更有网友担心 以后广场五大妈们 会不会直接在飞机上干舞 毕竟这样的事情 他们在火车上早就干过 如果连续数小时甚至十多个小时 都在嘈杂的环境中度过 简直难以想象 所以说 手机解禁不等于随意使用手机 还是要注意周围环境 文明使用哦 乘坐飞机时 有哪些行为不受欢迎 小编总结了以下十种 看看你的膝盖有没有中间 也希望大家自觉避免 注意文明出行 10. 隔着其他乘客聊天 如果你是和爱人一起出行的 你也许会想 在选坐的时候 选一个靠窗座 再选一个靠边的座位 是非常聪明的做法 不过 加在你们中间的那个人 可能不会同意 对于情侣们 这有三个合适的选择 1. 坐对面过道的两个靠边座位 2. 坐在靠窗的临近前后两排座位 3. 干脆坐中间的座位 9. 故意搭讪 有时候你在飞机上能够认识新朋友 或是未来的另一半 这当然很美好 不过也需要你请我愿 如果你对旁边座位的人有兴趣 请注意到人家是不是也对你有兴趣 8. 霸占福射 大多数有同情心的人会同意 坐在中间的乘客有权使用福射 不过董文明讲礼貌的中间座位乘客 就会意识到 默许也是有界限的 福射的边缘就是他们的领土的界限 不要越过这个空间 7. 不用耳机 没人愿意听你放的音乐 也没人想听你的电影 如果忘记带耳机了 向空城人员要一个 6. 带气味大的食物到飞机上 你是那种哪怕被人恨也要吸引眼球 7. 带点味道大的食物到飞机上来吧 8. 把行李舱里别人的包挪走 头顶行李舱里的包不是意外的摆在那里的 也不是凭空出现的 那是坐在附近的乘客的包 他们先登机了 所以后面来的乘客要再找一个位置放自己的包 而不是把别人的包挪走 4. 孩子尖叫 或提前排座椅 儿童是对于现代航空旅行的感受表达的最诚实的乘客 不幸的是 他们的诚实是经常是通过尖叫来表达的 坐在一个超级烦躁也没有家长安抚的孩子旁边 那沮丧异于言表 同样 孩子提前排座椅也让人很难受 3. 反复从座位上起身并强制别人也这样 如果你在航班上坐不住 需要反复站起来 请选靠过道的座位 没有人会不愿意给上厕所的乘客让几次到 不过如果你每20分钟就要出来一次 就不太好了 2. 脱鞋袜 脚乱放不沾的 飞机客舱不是你家客厅 其他乘客没花额外的票钱去看 闻 你的脚 1. 迟到 让整架航班的乘客都等你 千万不要因你的迟到而造成航班延误 当登机口或机场百度车的广播反复呼唤你的名字 而你却迟迟没有现身 你该知道同机等你的乘客是有多么讨厌你 公共场所开着外放 影响到他人确实很不文明 讨厌这种行为的 猛戳下方拇指 2. 猛戳下方拇指 2. 猛戳下方拇指